这个是E-Day Y,跟E-Day Q,E-Day W,这个是制定的 那里面主要就是用到我们这边,其实就一行程式啦 当你输入资料的时候,那后面给几年,那我们可以换算 那这里面用到的一个函数叫Day Add 它实际上是在VBA里面,所以其实你如果打一个VBA开头 电,它会出现Day Add 那实际上当然VBA里面不止Day Add 其实它有一个类似Date Diff,不过它多一个F 还有Date Parts,那等等的这边好几个Date下来 那这部分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那这里面我怎么知道说到底要传什么样的参数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主要也是按F1,其实你可以发现,Day Add上面按一个F1 F1之后,它会帮我跳出那个说明档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Day Add里面,它主要能够做什么 包含就是说,它会有三个参数 一个叫Interall,一个叫Lumber,一个Day 总共有三个参数 其中的话,这边有个Interall,这个时间间隔 后面就有跟我讲说,如果你要比对的是年份的话 那你可以用四个Y,G的话就Q 越因为有E-Date,所以不需要 那D的话可以自己算 W,这个Week,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用这个 那不过这个有一个叫两个W,这个也是Week 那我就没有特别去试了,不过我发现这个主要是这一个才对 那如果这个,也许你有时间可以试试看,如果把参数改成两个W 这什么Week,Week,Week Day OK,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看 另外的话呢,这边还有H,M 特别主要,这个是mini,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是M,可是你会发现,因为M已经被用掉了 因为Hour,mini,second,那因为M被用掉了,所以他用什么,用N 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一点点 那也就是说呢,他Date 除了可以去帮你去计算那个日期之外 还可以帮我们计算时间 所以后面我还有帮各位增加了三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就是计算那个什么,10分秒的 当然如果说你不计算,你不用那个 就是你用那件函数的话 其实当然一样的同理可证 如果是时间的话就用Date函数 那如果是日期是用Date,时间的话是Time 那Time的话呢,基本上 需要外面包的一定是时间 日期是年月日 那如果是时间的话是 就是10分秒 OK 那他的逻辑基本上 他那个逻辑,你想说那时间 日期是一个数字,相对于1900年的1月1号 对不对 那如果是时间的话 他逻辑是怎么样呢 他基本上 12点就0 绕一圈之后呢 最大到1,又归0了 OK,所以里面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假设我们这个地方 里面到底放什么,你可以看一下 在Time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格式化成一个时间 第一个特别注意,就是一样插入一个日期时间函数 里面的话用Time 好,这边有个Time函数 那Time函数里面的话,如果说我10 一样了,不过这边已经格式化了 10分秒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它会格式化 那基本上你按右键 出现格式里面 再把它改成数值,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数点 OK 那小数点,你想说这个小数点到底有什么关联性呢 基本上你可以试一下0 也许中间 再间隔多少,0.25 我记得好像差不多0.25 0.25,然后最后再1 这样的间距 如果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日,就是时间的格式的话 假设这边都变成格式 你会发现它就变成像这样子 12点 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它是从 这个什么,一个时钟嘛 对不对 从这边是0 就是上午的12 上午12点开始 一直算到 又上午的12点 变成1了 就绕一圈就对了 中间的话实际上 所以6点的话是0.25 所以这边我把它再改回原来的格式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就是0 0.25 0.5 0.75 再1 类似这样的观念 那 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边格式化 那假设 请各位再练习 因为时间的部分 跟日期还蛮像的 那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计算什么 52秒之后 OK 这个时间 那基本上 它一定是 如果用tine函数来做的话 一定也是把它包 hour 包什么 包这个 然后mini 然后在second 后面再加52 关键在这里 那如果是12分钟之后的话呢 那就是在mini这个地方后面加12 那如果10个小时之后的话 就在hour的地方加 其实跟date函数还蛮像的 只是差别是10分秒而已 那如果两个日期相加的话 特别注意 一样外面包个time 把第一个时间的hour拿出来 跟第二个时间的hour相加 时间 第二个 第一个 OK 那相减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只是说 如果你要加快一点速度的话 或许你可以试试看 上面我有再增加了 三个自定时间的函数 OK 所以也许你这边52秒 除了可以用这个方法之外 可以把这一段程式复制 贴到我们的那个VBA里面 其实就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计算10分秒的 这个相关的功能 那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了解一下有关那个 时间的部分 时间的部分 OK 那基本上时间 它是从上午的12点 至0 直到下一个上午的12 下一个上午的12点到1 然后呢 又从 又归0 又从0开始 所以一个cycle 一个cycle 所以一天 总total就1 ok 一天 刚好就是配合 那个 那个 配合那个一天 一天就是1 那刚好绕一圈 词 织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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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